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1月12号星期二 今天想大家介绍一下在Windows 10家庭版基础上安装Linux系统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另外新装一个或者双系统或者是单系统的Linux系统 相对来说对小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繁琐的一个过程 但另外就是因为现在计算机购买的时候,买过来的基本上是个套机 里面预装了Windows 10家庭版的 但这个家庭版就是对虚拟机匹配效果不是特别顺 但对于Linux系统,我这两天试了一下,还是安装的比较顺利的 今天就想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现在开始了,这里开始了,就是点进去,设置点进去 更新和安全 下面左边是开发者选项 在这里默认的时候就是选的是一个旁加载应用 你在这里点上开发能源模式就可以了,然后保存退出 重新启动一下,因为我这里已经是安装过了 你这个就是说他要另外安装一些应用的,你点进去就可以了,然后退出 先要重启一下,重启之后就是说你再进去啊,这里进去就是设置 应用,然后右上角一个程序功能,点进去 再是左边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会下面有一个清单的,列出到下面倒数第二个 你勾上一个Linux系统 这里确定要勾上 再推出 现在开始从这里开始啊,找到Windows PowerShell 再点一下,这个就是点击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打开之后,来用行一条命令 这个回测键 可以的 然后是在PowerShell里面下载一个Ubuntu 这手工的安装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是在 Windows Store下面安装 这个比较过程稍微麻烦一点 这个简单 无法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啊 用代理啊 哦 所以这个安装的时候也加一下代理的 可能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 正在下载啊 我这里下的是一个Ubuntu 1804的目前是最新版 Windows 10 微软公司提供的这个版本就是这样 稍微要等个几分钟 看一下这个版本啊,有哪些版本可以下载 这个是Windows 10 微软公司提供的 Windows 10 Linux系统的一些版本 就是这些 最新的是18.04的 这些版本 还正在下载 还正在下载 正在 时间过去了 你也可以下载 其他版本 这些 这种 这种德伴的凯莉的 OBEN SE的 这些版本 现在完成了 现在完成了 现在可以安装了 安装 完成了 完成了 就是可以直接进去了 打开 打开 上面有个无关图 显示出来了 现在系统 初始化了 这个可以退出了 现在是输入 新的用户名 这个用户名 我就随便输入一个 吧 ROO TXS 就这样 出的密码 再输入密码 可以了就登进去了 你可以切换到 就是说sroot用户下面 sudo-i 输入一下密码 刚才设置的 现在我试一下以前的那个安装报 安装报能不能安装 应该是安装成功的 apt命令我试一下 apt命令 它这里可以复制的 可以正常的 就是个子系统 能用性的 大家在这种安装方式目前看 我看了一下是最简单的 而且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都可以应用 再可以 先这样吧 我们把时间中断一下 好了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